2023方面比較多波折 本身一開局面對著一月效應 因為美國或歐洲那邊大家擔心經濟衰退 大家擔心通脹壓不下來 企業盈利會下降 類似說法方面很多投資銀行的CEO 都不斷提醒大家 甚至倉位部署也有類似現象 例如AII 散戶協會 見到諸業投資者的評分 通常都覺得有些調整會出現 所以大家有定心理準備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諸業投資者持貨不是那麼多 他們追貨會不會好呢 也會比較好處 所以最簡單 有個市場告訴大家 到底未來方面想怎樣做 最簡單是什麼呢 用上一圈的反彈高位 例如說是22523點 這一個是4月份 那時候是由18235 一路反彈上去那個高位 其實是一個雙頂位置 你其實拿這個位置作為一個參考 如果是恆生指數 可以未來方面來說 繼續彈彈到上去22500點 樓上站得穩的 應該說這一圈的跌浪 有機會可能真的改善錯例 問題方面有機會解決到 但當然 其實國安本身要完全解決 其實後面還有幾個方面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在2023年 其實本身加息的步伐 會不會放得到 甚至停得到 現在市場預期 美國聯邦儲備局方面 目標利率 現在開始預期到最高 可能去到525里的位置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就業情況方面 他們那邊還很強勁 每單位勞工時薪 按月仍在升 之前跌過下來 但是轉頭又勾回上去 變成PPI方面 還在相對高市場預期的位置 所以那邊直接留意 國聯儲局方面的貨幣政策 也會影響著什麼 影響著債息 因為近期債息方面 正在跌下去 但是在講 兩年期和十年期 又或者三個月和十年期 其實那個幅度 其實近期開始少少收窄 但是收窄的幅度很小 因為之前最高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82點子 但是近期到77點子左右 但是幅度方面還是很小 距離完全解決問題 還是有一段距離 為什麼要很執著於這件事 因為其實很簡單 這些不正常的 息率方面的變化 代表著市場有些憂慮 長遠方面 可能經濟會有個衰退環境 會來 所以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訊號 跟著剛才講到 企業盈利方面 要改善 由盈利萎縮 到盈利有個增長 變成投資者買股票的時候 就會容易將股值去推高 內地方面來說 當然疫情現在正在放寬 未來方面是否全放寬 這要留意 如果真的全放寬 然後就會看什麼呢 看經濟是否真的回復上來 因為如果真的回復上來 大家就會比較樂觀 其次就是關於內房方面的問題 內房就不是看它放多少錢出來 為什麼呢 它本身中央就算放多少錢都好 其實好像我們平時經常看到 廣告的問題 借錢緊要還 就不是給錢中價 那你借錢緊要還 其實最終你都要還給中央 那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要有人買那些樓 有人買那些樓 你其實可以看回 70大中城市指數的樓價變化 那些內地的省市方面來說 樓價升到的和跌到的比例 跟著八大指數 其實本身他們的企業方面 是否真的做好生意 這個要大家留意著 跟著在內地方面來說 近來沒有什麼人提到 但其實那些都要留意的 就是中概股的問題 近來這幾個月我發覺 大家自從審計員在太子大廈離開之後 回到美國之後 大家一直都沒有說 這個好像變成了美國方面的底牌 隨時它可以拿出來打 所以變成大家都留意著這幾件事 不過那些最簡單最誠實的數字 所以其實為什麼一開始我就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上升到22500點 樓上的話 世界方面來說就會好些 那你可能可以插一下波幅 或者說 慢慢可能是跌多升少的格局 所謂升多跌少的格局 可能慢慢會出現 可以扭轉得到 這個其實是一個好現象 但暫時來說 我對於2023年方面來說 都還是暫時比較保守一點點 看回高位方面 我估計 會可能大概在22000點的位置 其實那些人可能會做一個高位 出現的時間很大機會都是第一季的時間 尤其是春節前後 這些時間會比較大些 然後呢 本身來說就是低位方面 看看會不會有系統性風險出現 其實如果歐美方面出現系統性風險 有些企業倒閉 又或者說好像比特幣那些問題 好像其實說 一些發行商 交易所 那些比特幣那些發行商交易所 真是一間間倒閉 而引發到 市場的流動資金緊張的話 其實出現虛擬困窗 我們叫做信貸危機的話 那不排除說 股市會再跌過 因為剛才說到 債息這些其實再反映著這些問題 本身來說 可以跌下去破底的 14,597點之前的低位 即是10月底的低位 可以破的 那如果那個位置破到的話 那其實就再看 就可能要看13點了 所以未來方面來說 是充滿變數的 建議在技術指標超賣的時候 入市就會比較容易一些 和安全一些 那其實跑人大市已經算是不錯的 而至於個股方面來說 其實就穩陣一點點 那當然中資電訊股會比較穩陣 那這些其實就是本身 它不會說有些太大的波動 但是你起碼有個比較吸引一些的股息收到 那例如好像中移動那樣為例 那你其實都有整個白蕾式 那其實都挺吸引的 那在一個不是那麼明朗的時間 那可以提供到這個利潤給大家 那買入價方面來說 理想些的就48.5左右 這個位置方面買入就比較理想些 那上面方面來說 大概52.5左右 那其實它可能都會開始有阻力 那大概在這個範圍上面先走著 而另一方面來說 當然港交所都一直是 我都非常喜歡的股份 如果真的出現到去到13000點 港交所要去到200元 那其實大家真的可以大手吸納 因為香港只有一間港交所 而整個亞洲最領導的交易所 也是港交所 加上內地方面來說 都需要港交所去吸引一些外資 加上中概股的問題都要港交所幫忙解決 所以其實未來方面來說 如果真的出現大跌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趁低級 但是反過來 那你可能擔心我會不會錯失機會 那其實那300元附近都是一個好位 不過你可能有機會 如果真的出現系統性風險 短暫你可能要捱價 但是如果你說我其實可以很長線的 其實月供都可以的 或者分段買都可以的 那你自己每個月可能買一手 如果資金夠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平均成本法 其實港交所方面來說 這些股份不斷破頂的股份 的確是可以這樣做 所以變成這兩隻 一隻是進攻的 一隻是防守的 那兩隻股份都被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至於其他方面來說 就是今年升得很好的 例如那些能源股 不排除 其實如果經濟方面 未是這麼快的披折 它可能會休息一休息 可能退而求其次 要買一些不用油價這麼高 都可以賺到錢 例如可能中石化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大致上 2023年的大藍圖 當然強調一句 整年漏漏牆 中間發生什麼事 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 好像去年 我們都不知道 俄羅斯和烏克蘭會打仗 當時我也以為 因為現代社會很少 隨隨便便動武 但結果真的打錯了 令到全球方面來說 很多事情都亂了 現在未來方面 2023年會不會有這些現象 希望沒有發生 因為其實全球的政經格局 都是比較複雜 現在中國有中國內地的發展 現在美國方面 想和內地脫歐 希望就不要說 有些 例如台海 這些擦槍走火事件出現 祝大家有一個平安 起落的2023年 關心豬油 2023的外圍主題 都是衰退和軟著陸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些 涉外因素沒有那麼高的股份 會穩健一點點 如果作年度的投資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本地的一些地產股 特別是Vis Vis Vis裡面 首算是823 一些各區的相對民生的東西 亦都有向外發展的動態 現價在2022年尾 和2023年頭 股息率是吸引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778 自負產業信託 常說是 比起領先更加民生 更加貼地 而且股息率更高 市應股值更便宜 這個板塊 長坐都沒有什麼問題 只要你相信香港不會滅亡的話 第二也是最愛的BioTech 在經歷完這個 2021年 2022年 大幅的股值壓縮之後 近期有些起色 在一些B仔股 甚至乎剛剛除B的股份 它開始真真正正的商業化 持續的商業化收入 它整體的生命周期 就會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就不再是一些初創的生物科技股 而是真的有收入 有盈利能力的製藥公司股 首選當然是101 大致是這麼多 應該都夠大家玩 祝大家2023年有個美好的一年 健康 而且是豐盛的 多謝你們 2023年 上半年我們要比較謹慎 因為預計 美國的經濟有機會增長放慢 甚至去到衰退的環境 所以在投資策略方面 我們是要保守一些 審慎一些 再加一些少量的進取型股份 在深水股份方面來說 美股裏面 我們可以先考慮一些弱股 因為弱股的走勢也好 防守力也好 和經濟敏感度比較低 比較當中 我們喜歡LLY 例來 MCK 甚至如果有些進取 可以加入MRNA疫苗 但這個可以買小注 希望它在癌症疫苗方面 有一個更加新的進展 另外來說 晶片股份方面 都是可以留意的 當中包括NVIDIA 和TSM 甚至ASML 香港那邊 都可以留意 例如平台經濟 之前對於平台經濟比較緊的措施 我相信內地方面 經濟方面 開始慢慢增長 都會放鬆一些措施 當中來說 我比較喜歡美團 原因來說 除了外賣的無力率 有機會改善之餘 看中了倒店服務 都有機會在內地疫情之後 例如條例寬鬆 多了人去旅遊等等 都會有幫助 另外 我看到 之前在2022年 一些運動服裝的大型公司 他們都要清存貨 似乎清存貨已經完了 現在有機會在2023年 就要重新下一些新的訂單 所以當中 新州我覺得都會是受惠分子 編號2313 另外 華雄1347 都是我的心水 所以華雄 雖然他的技術 在內地的半導體裡面 肯定不是最高的一隻 但是 反過來 他的技術 不是那麼高 比較少被美國針對的對象 還有中國也自力發展自己的芯片 來應對海外的芯片 供應給中國的潛在風險 所以我覺得華雄方面來說 都是一個受惠分子 還有他的股值不貴 現在預計成績率大概是13倍左右 其實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另外如果喜歡防守一點的朋友 可以去到2023年的年中 要留意著 當美國的經濟真的陷入衰退 而聯儲局 開始討論 去考慮會不會去進行減息的時候 有機會就是一些收息股 開始會反彈 當中來說 去到那段時間 可以留意這個寧展 2023年來說 雖然是上半年 比較反覆一點 但我想整體來說 都會不錯 祝大家 2023年有一個豐盛的投資收益 國際RC資訊 在訪